設計思維和詠春武術很相似 只有幾招 但你一知道痛點在哪裡 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公司在現在的業務 可以再上升的空間已經有限 我們一定要開發新的生意 在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 香港真的很缺口罩 當時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做一些事 二十幾個同事在很短的時間走在一起 開始研發口罩 一個口罩的開發項目 令我們有機會實踐了設計思維 而當中我們領略到 在設計思維裏面要不定嘗試 我們有很多技術做塑膠產品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強項 去做一件新產品出來 而透明口罩又可以環保又可以多次用 亦都可以見到嘴 我們用了四個月的時間去研發透明口罩 亦都送了一千個去食物工場 他們告訴我們這件產品焗 告訴我們這件產品不漂亮 告訴我們這件產品在流汗的時候不舒服 我們發覺如果要做到高透氣度 又高過濾度的話 我們一定要找新的材料才行 而亦都是因為這樣我們設計了HK96出來 HK96的顧名思義我們可以用到96小時 大家知道香港是比較濕和熱 尤其是夏天 如果你戴一般熔噴布的一切性口罩 開始戴OK 但慢慢慢慢的保護性能會掉 在納米這個技術方面 它的效能不會被濕度溫度影響 HK96我們最初的原因是做給一些運動的人 所以我們就加大了口罩裡面的空間 令它可以透氣度更加高 那個口罩的剪裁 我們也收集了很多不同人的數據 就做了不同的尺寸出來 所以大宗世脈其實都是不同的剪裁 我們也加入了一個可以調節的橡筋 讓用家可以自己調教到自己的鬆緊度 去配合他們的面型 未來的世界需要醫療用品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magnetic care 希望在那裏可以有新鮮新地 最初我們最主要是提出一些比較高品質的防疫產品 持續發展了比如搓手液、噴霧、口罩盒 甚至乎一些電子的消毒器 除了有自己獨家的品牌 亦都去跟別人發展了很多不同的拉審、IP 甚至乎現在亦都自己開了門店 企業的團隊精神非常重要 如果擺到設計思維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創造的力量是更加大 而那個向心力向著一個目標去的時候 你的生意就越做越有了 hard to find out 你? 你不願意想到射手 我除了不冠狀 有點開門 我能夠